大家好 我是陳馨玉 今天帶大家來全台灣最大的工業聚集地 臨海工業區 這邊有發電 鋼鐵 石化 機械 還有造船 整個跟南邊的林源工業區加起來 有破一兆元的產值 四萬多個員工撐起了台灣的經濟奇蹟 卻是我們高雄人心中的痛 日本時代開始前鎮的西施甲工業區 奠定成為台灣的重工業基礎 二戰之後 中國國民黨戰敗來台灣 接收了日本的規劃 開始擴充工業區 但是卻沒有都市規劃 每次選舉的時候就有人在會吵說 到底愛河是誰整治的 可是愛河 前鎮河 後駿西 到底是誰污染的 是誰把這些工業區包圍了我們整個高雄市 1970年代開始 台灣從製造業開始往重工業發展 許多的煉鋼業 石化工業造船廠 都開始在高雄設立 1990年代開始 隨著中國跟東南亞的崛起 很多勞力密集的製造業開始外移 更嚴重的狀況是 我們還要面臨著 碎角道中央 污染留在高雄的這樣一個問題 這樣的雙重打擊 整整困擾了我們高雄20年 你問我 高雄有什麼問題 我認為這就是最嚴重的問題 歐美國家怎麼樣解決 舊工業衰落的問題呢 我認為有三個面向值得我們去學習 第一個 產業升級 你知道高雄是什麼時候才有第一所中有的大學嗎 是1980年代的中山大學 所以高雄要發展技術 先天上比較沒有優勢 但是在最近20年 我們有不同的轉變 在我腳下的軟體科學園區 是在18年前利用煉油廠 初改建而成的 目前也吸引了200億的籌資 進駐4000個員工 第二 舊城區的開發 高雄市政府在2010年代 把延宕多年的多功能經貿園區 重新包裝成亞洲新灣區 目的就是要引進高雄缺乏的創意產業 讓高康課可以更接近高雄的海洋 但是其實這會有一些問題 吃甲工業區的土地 這些廠商因為外移之後 這些顯示的土地就留下來了 但是這些工業的污染 卻沒有辦法使用 它一定要儲物 第三個 文化產業 那我們也可以利用亞洲新灣區的流行音樂中心 跟其他的文化建設 培養我們在地的文化人才 創造出更多的數位內容 究竟要怎麼樣解決 我們提出三個面向 上游是研發 下游是市場 結合在地公司力的研發單位進駐 包括最近的AI學院 海洋研究院 材料學院 或是博二 有一些設計學院 跟電影學院 其實都是很好的案例 第二 製造業 我們希望能夠推動智慧管理 落實金石生產 客製化的高質產品 這也是部分工業4.0的理念 這也不是說 能不能做的問題 而是不做 我們未來就會被淘汰 第三 服務業 過去 金融貿易專利 還有法務 跟會展 這些服務機能 大多數依賴台北 我們希望可以讓在地的服務機能 能夠升級 結合我們的海陸雙港 讓更多的國際商務人士 可以看到高雄 過去 我曾經拍過空汙的影片 那我今天特別要來提到 我的政見空汙三件裡面的 空汙經濟的部分 我希望能夠增加更多的空汙的監測器 發展出精準的降載的一個模式 那現在目前 成大已經有開發出相關的技術 那我也希望能夠讓在地的 產業 能夠發展出出儲物的技術 未來 高雄就能輸出這些技術 到其他的新興國家與城市 我認為產業轉型就是要這樣子轉 這不只是高雄增加收入 也是我們找回 驕傲以及尊嚴的方式 最後 智慧城市不是口號 而是我們要問對問題 找對方法 高雄唯有 記取歷史教訓 發揮自己的優勢 我們才有可能在長期 承受的苦難之中 重新找回自己的路 我是陳馨玉 對方要成功 我們也能保護你 超上大 支校